同样是PlayStation第一方游戏 同样是画面精良的故事驱动性游戏 同样是游戏史上最伟大的游戏的续作 最后生还者第二部的野心 如果说有这么大 那战神诸神黄昏就是这么小 战神很好地平衡了炸裂的动作场面 和一段动人的父子故事 成为了线性叙事游戏的标杆 而战神诸神黄昏 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还是没有巨人膏 能在巨人的肩膀上站稳已经很好了 战神诸神黄昏 解决了前作玩法上的很多瑕疵 内容更长更丰富 给了我一段离巅峰只差一点的游戏体验 也是我最近最沉迷的游戏 但这次反而是它的故事 让我心情很复杂 这是一个在每一个小细节都很出色 但却在整体上亮亮强强 最后一脚 的关于成长和救赎的故事 早在游戏的前十个小时我就确信 诸神黄昏是要给我2018年我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更多战神 Santa Monica提升战神诸神黄昏玩法的方法非常粗暴 就是保持传统 内容加倍 探索区域解谜 游戏时长通通成二 这点我完全赞同 至少不会把过去的强项给革新没了 强项当然就是残暴爽快的战斗 凶残的处决动作依然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力维坦之福也和四年前一样有力厚重多变 在我眼里 它仍然是所有游戏里手感最好的武器 诸神黄昏在战斗上的改动 是一些修修补补和微调 最让我满意的就是解决了战神 幻皮怪太多的问题 前作的图鉴一共记载了64种敌人 山怪就占了8条 在我主观粗略去虫之后 只有27种 boss6种 诸神黄昏把这个增加到了43种普通敌人 和16种独特boss 翻了一倍 已经完全有底气自我调侃了 另一个优良传统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也保留了下来 另外战斗微调的效果也很显著 虽然乍一看特别熟悉 但其实每个装备的技能更独特 更影响玩法 同样的战局可以有多种解法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风格应对敌人 用Santa Monica自己的话说 叫给玩家战斗中更多自我表达的空间 这个说法还挺准确的 比如我 就是轻攻击闪避女王 更多自由意味着玩家可以拒绝那些自己不擅长的设计 拥抱更有自己风格的攻击方式 更随心所欲 这些都还比较理所当然 续作嘛 真的让我惊喜到叫出来的 是他原来还有第三把武器 德洛普尼尔长矛 我根本没有想到战神还能再增加一把这么复杂又独特的武器 而且这次操纵阿特洛斯的时间也特别多 小战神手持魔法弓箭 轻盈敏捷 战斗力超强 能变狼能变熊 完全独当一面 现在应该没有奎托斯父子俩杀不了的神了 但他们会这样做吗 战神在壮阔的神话冒险中讲了一个深情的父子故事 转折和突发事件一个接着一个 而且逐渐升级 就像过山车一样冲向一个个更高的高潮 推背感极强 诸神黄昏的叙事 我感觉就是过山车坐着坐着变轻轨了 整体和前作比简直是大转弯 主线节奏更慢 有的时候甚至显得松散 但细节上却刻画出很多我最喜欢的小桥段 虽然名字叫诸神黄昏 游戏大部分叙事 并没有这四个字看起来那么恢弘和遥不可及 而是聚焦在了漩涡中心一个个神和人身上 聚焦他们个体的挣扎 尤其是他们和家庭的关系 并且在经历苦难之后他们的成长 奎托斯父子当然还是刻画的中心 如果说在战神的故事里 阿特罗斯既是镜子也是催化剂 他让奎托斯完成了从将军到父亲的转变 学会了靠耐心去引导孩子 而不是靠恐惧去控制孩子 那么诸神黄昏里 奎托斯就要面对正在长大想要离朝的儿子 青春期的阿特罗斯名字不再叫boy 更快更强更聪明也更自大 一心只想探寻洛基的命运 在世界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觉得自己可以靠一个人拯救所有人 这个时期的孩子最喜欢 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就是反抗父亲 这种反抗导致了游戏玩法 和叙事上最大胆的变化 奎托斯和阿特罗斯被分开了 《诸神黄昏》中 我们有很多次机会 分开操作奎托斯和阿特罗斯各自冒险 这种分开带来了一个好处 游戏可以分别让奎托斯和众多配角互动 更深入地刻画他们 甚至是我们以为是反派的阿萨神族 也不再是带着脸谱的坏人 多了很多复杂性 而带来的坏处就是 很多情节设计不再服务于 父子这一个核心任务 而另一个更宏大的利益浮出水面 改变 或者用我更喜欢的词 成长 这其实也是战神在杀戮和仇恨的背后 探讨的深层主题 这个主题看起来被藏得很深 但其实经常被提到 这是宙斯杀死奎托斯之前对他所说的 指的正是从宙斯的父亲开始 他们家族 孩子 必定是父的诅咒 只是宙斯想用杀死儿子的办法 结果 在战神中 父子二人旅途上所遇到的 尽是些家庭破碎 无法放下仇恨和控制的可怜人 弗雷亚和巴德尔 布罗克和辛德里 索尔和他的两个儿子 他们就像反面教材 在提醒主人公们 一段破碎的关系 可能导致的糟糕下场 奎托斯慢慢接受了 曾经被他认为是软弱的 阿特柔斯的同理心 阻止了阿特柔斯变成了 另一暴力又自大的神 完成了自己的救赎 而在游戏结尾 划分了故事里的主角和反派 能得到救赎的 和得不到救赎的 正是改变 辛德里和布罗克重归于好 放不下仇恨的巴德尔死了 弗雷亚自己也掉进了仇恨的漩涡 在《诸神黄昏》里 不论是预告片 还是主线故事 都想告诉我们 我们一直面对的主题 是命运 奎托斯父子 一直在努力对抗命运的控制 却又一次又一次 一头扎进预言书写的道路里 所以到底怎么反抗命运 命运到底是什么 诺伦三女神给了我们答案 原来所谓命运的真面目 只是我们自己的规律 我们自己所有人逃不出的 一定会做出的那些选择 并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 而是我们自己 于是命运这个主题 正式拥有了自己的暗线 就和前作一样是改变 改变这个主题 其实早早的就走上了台前 这一次索尔成为了镜子 亲口点蹄 但这次的问题是 根据我们之前的角色发展 奎托斯和阿特柔斯 已经成为了一对 互相信任的好搭档 此时奎托斯阿特柔斯的角色发展空间 远远不如他们刚刚启程的时候大 《诸神黄昏》的导演 Eric Williams想到的办法是 发展配角 于是我们就有了 帮助蜜蜜尔亡羊补牢 弥补他在奥丁手下 所做错事的任务 有了帮弗雷亚解开奥丁的诅咒 和兄弟弗雷兵士前嫌的任务 有了心得里 满着布罗克的巨大秘密 有了阿特柔斯一个人 悄悄溜到阿斯加德的情节 好让编剧能探究 索尔的原生家庭问题 奥丁自私的执念 似乎要给他们所有人一个课题 你能成长吗 能改的都活了 不能改的都死了 这些小任务也很好地成为了 建立新角色的空白画布 布罗克和辛德里兄弟 从一个只会到处瞬移的铁匠 游戏功能的化身 变成了真正的家人 还有蜜蜜尔 现在应该没有人不喜欢 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头发 他成了阿特柔斯男妈妈一样的角色 还有专门的故事 去了解他的过去 他的初恋 还有弗雷亚 他要摆脱被奥丁控制的婚姻关系 要打破和弟弟长久以来的隔阂 甚至还能瞥见索尔和奥丁 那病态的父子关系 在这些部分里 森德莫妮卡编剧组 对文系小细节的把控能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句台词 都想为这些角色量身定制 没有一句让人出戏 而且他们真的写出了 很多很棒的情节 奎托斯和阿特柔斯 重逢后的坦诚相待 成功赢得我一次眼眶温热 再比如阿特柔斯一个人在外 会模仿奎托斯和秘密尔的语气 自己给自己提建议 搞笑卖萌的和感人的都有 有时候给我感觉 像巅峰时期的漫威 我最喜欢的一个情节 就是这个游戏里 最大的一次悬念和反转 我太喜欢一个游戏 靠设置悬念 把我整个骗过 等到谜底揭晓 我真的几倍发凉 大呼精彩 现在想想游戏的主题 也是最讽刺的地方 真正看起来 发生最大改变的战神提尔 竟然根本是个冒牌货 直到这里 游戏一点点建立起了 一个强大的配角群 一个家庭一样的团体 看起来一切都好 就要一起决战诸神黄昏了 然后 游戏的节奏就彻底崩塌了 诸神黄昏 这个北欧神话最重要的事件 游戏预入了两步的 毁灭世界的大战 表现得非常平淡无奇 联合大军冲入阿斯加德 只能说是毫无章法 几场战斗仓促结束 简直就像这个四年开发周期的3A级大作 到最后少了五个月的工期 大量伏笔没有回收 又写出更多学年来 最终索尔的 不听不听我就要打 和突然改过自新 就像编剧和关卡设计在吵架 阿特罗斯在奥丁临死前问道 你改吗 这个问题在那个语经里毫无道理 但点题的意图却过于明显 这一整个最终大决战 活像语文考试写作文的我 来不及写结尾了 只能重复再抄一遍中心思想 战神诸神黄昏 对细节的把握如此完美 却在整个主线故事最重要的段落 完全垮掉 让角色获得的成长和救赎 不像是他们通过奋斗争取来的 而向编剧施舍给他们的 我不能说是失望 更多的应该是遗憾吧 因为我在通关以后 依然舍不得这个游戏 又沉了十几个小时进去 完成支线 打隐藏boss 产生了白金的念头 对我来说 它当然是今年我玩过最好玩的游戏之一 只不过 它本可以是一个能站上历史高台的杰作 却不得不变成一个充满妥协的第二部 战神诸神黄昏 虽然少了前作那种横空出世 惊喜连连的天才感 但它是那种可以离得很近欣赏的游戏 它没有特别的弱象 它是当之无愧的佳作 它用细节打动人心 心有猛虎细袖强威 战神诸神黄昏 选择为宏大的神话故事赋予与时俱进的现代意义来改编 用每个人都能共情的家庭话题来讲述个人的选择和成长 用一个随口一说的谜语当作全篇的最后一句台词 轻轻地告诫着沉重的成长的代价 什么? 它更是盈高的 更是盈高的 更是盈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must be better